有一個朋友留言給我 問了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 我試一下吧 他說他們有一個繼父是黨員 他的外父是一個不算太嚴重的反黨派 可能因為他外父以前的父輩可能是做過地主 所以因為精地的問題 結果對共產黨不滿意 現在有時半年過節 兩路相遇 麻煩了 他的外父很喜歡撩他繼父說話 不過他繼父一向不出聲就問我 有什麼朋友可以解釋這件事 這個都很難搞 但基本上我們要看時事 看政治 其實是自己先有一個道德點 你要先找一個道德點 然後利用一個道德點來衡量事情 另外就是判斷事情 不可以一枝竹膏打下去 就說他以前做過這樣 所以他以後都是壞人 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做事一定要是 斷件事來說 人有做對的事有做錯的事 政權一樣有做錯的事 有做錯的事 在不同時空有不同的外在環境的關係 所以做的事 有時在現在的標準來看 可能覺得是不合理 或者當時的標準都覺得不合理 現在一樣是不合理 這些事常有 這個不只是中國有這樣的事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樣的事 我們要看事 我們一定要是 逐件事來說就不合理 就是一枝竹膏 他以前做過這樣的事 所以他以後永遠都會做錯 不能這樣做 人是有對又錯 政黨一樣有做錯的事 有做錯的事 那我的 我的爺輩 即是我爸爸的爸爸 都是地主 我太太那邊一樣 他們的爺輩也是地主 所以在我爸爸和我外父那邊 都是反共的 我本身都是反共的 因為沒有辦法從小到大這樣接觸 我什麼時候改變的呢 改變就是大約在我來到澳洲這裏 開始看政治之後 差不多是十幾二十年前 我開始做這邊的工作的時候 我才開始有機會接觸政治 才開始看 成立我自己的一套概念 我不敢說我自己的概念 對或者錯 即是說 這個概念是我認為 要量度一個政黨好不好 你要量度一個政黨好不好 你不可以看了這麼多事 他一個瑕疵都沒有 這個你不用想的 沒有可能的 全世界沒有原人 也沒有完美的政黨 這個沒有的 但是我們要看就是 整個來說 對國家是好還是壞 公道 是吧 整的來說很難說 你怎麼量度一件事 整體 所以就要自己選一個指標 你覺得什麼指標適合你用 譬如榮 非常好 你懶責 跟我们是二生居来我们不可以避免 但在这么多价值之中我们怎么都可以综合到 或者在这么多价值之中不理你排哪个先哪个后 我们大致来看都可以有个感觉 到底这个政权是医治你希望他走的方向走 抑或他是背道而辞 这件事我想不需要特意看每一个小的事件 看整体的 例如看远一点 除了自己生活是否好了 自己是否自由了 自己是否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一看远一点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亲戚 再大一点 看看自己的城市是否真的好了 如果是的话 就是说政府做的事是对的 小人民普遍来说是好了 好一样 这里我只是说 要看你的价值 因为说 环境很污染 坏了 这个量度就差了 但是也可以看其他一些 你要包括 环境坏了 但是 那些人是否 衣食好了些 大家看 这件事就要各自自己去评 我就提出三点给大家想想 看看你觉得这三个价值 是否可以作为量度 政府的好不好 第一点就是 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 给人民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这个 说得很空泛 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喜欢做生意的 我可不可以做生意 例如我想打工的 我可不可以找一份工作 我喜欢做的工作 又或者我喜欢写作 我可以喜欢创作 在你自己可以户口之余 可以选择你的工作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自由度 另外 亦都是 可不可以给我一只 发挥我的所长 例如我是很厉害画的 那我可以 利用我这个 特长 可以 谋生 很难 画画 音乐 这些很难 但如果一些普通的技量 譬如是 会计 电脑 这些技能 就比较容易 找工作 但如果一些偏门一点 艺术性 就可能难一点 但是 无论如何 这个社会可不可以给你 兼容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 即是和我们自己直接的关系 我们自己感觉到 量度到 譬如你出去吃饭 你可不可以选择 不同的酒楼吃 吃不同的东西 是不是 亦都是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 有没有 而呢 当然 在所有的自由之中 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了的 这个不用问的 而没有了的东西 对你更重要 例如 例如 我们不可以直接选择 习近平 那是否重要呢 你觉得重要 那你争取 对吧 但是争取的过程中 总之你在合法办之内 政府不打压你 那OK 对吧 第二 第二 就是 社会里面 那些不幸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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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政府做不完 没有什么做得完 这些事情 是吧 有没有足够的机会 给我们自己 亲自去帮忙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我想请他吃饭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有没有人禁止我这样做呢 我可不可以 就是 发挥我自己的人性 可不可以 社会给不给你 和政府也有没有 主动地去帮这些不幸人群 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因为呢 这些不幸人群 很多时候就引致社会的动荡 当那些人 食又不饱 村又不暖 就流离失杀 他自然有很多不满 在不满之中 有时 就会发洩在其他人身上 整整个社会的不安 所以呢 这件事就很重要 就是 起码 对这些不幸人群 有个基本的照顾 当然 他们不可能是大鱼大肉 但起码基本照顾 是有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我综合 就是 中国在过去的几百年 所受的苦难 不是中国本身的人和 当然 和人和人间有些关系 但是 不是自己本身做出来的 当然 在清朝那时 我们都有一些动乱 但这些动乱 是小型小規民倒乱 我们最惨的 就是被外国欺负 我们被外国欺负 几百年 政府 当时的清政府 没有能力 保护中国人 免受外国欺负 你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呢? 起码我可以 选择在和平的日子 过日子 我不希望 每天都打仗 昌蓝弹雨 影响我的生活 当时是打仗的时候 你什么 幸福都没有了 你不可以说 你可以吃饭 你随时怕炸弹飞下来 就一命污妇 这些是一个恐惧之中 这个绝对不 就是说 政府有没有能力 帮人民 减少人禍 我这些女孩叫人禍 天灾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天灾就是自然界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人禍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看看 到底政府可不可以 保障人民 人禍是两种 一种就是被人侵袭 外敌 可不可以保护人民 不要被人打 不要被人欺负 第二 可不可以维持到社会里面 没有人可以利用霸权 去欺欺罢罢 这是人禍 例如我上去吃饭 谁知道隔壁的人 一脚走过来 一脚踢开你 我要这张桌 你很不高兴 这是人禍 但是如果政府做得好的话 有足够能力的治安 那没有人这样做 那你就会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三样东西 你用这三样东西来衡量 看看这三样东西 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我刚才说了 没有东西是完善的 只可以不断求进步 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如果是在退步 如果是在退步的话 政府肯不肯接受意见 去改好它 有没有办法 可以使政府去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政府有好政府 如果政府不肯改 死都是做这些坏事 又欺负人 又被外国入侵 又搞到治安很差 人人都害怕 做事又不能被选择 你一定要做那样东西 之类 用这个赤图来看 我相信外府会感觉到 他当年 他的父辈或者再组父辈 被人强收 强收地 地收回国有的时候 他们的确感受到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 我们可以理解 但我们要请他看看 好了 那个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政党做了些坏事 不对 我们不同意 没问题 看回现在 现在的政党 还能不能这样做 他还在欺压 剥削人物 看近几十年 那 你的外府 这几十年都在国内生活 他完全感受到这几十年的改变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 不要让一些旧的思想 锁住自己的审判能力 被那旧的怨和恨 锁住自己 不要再放松来看 如果大家放开怀抱 过去的事过去了 我们最重要看 现在 到底这个政府 对人民好还是不好 不用说什么 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不用说这种深的事情 只是说一些很简单的 我们作为一个市民 感受到的事情 这是最实际的 应该 那我相信 你那个外府 都可以 想一想 是不是 是的 我这几十年 的确 好了 他以前做错事 可以原谅他 记住 任何人 和任何政权 都没有绝对对的 而他们做每一个政策 不管政策是多好 都有人受损的 而问题就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那些受损人民的 補偿 够不够 还有事实 做完之后 是否整个好了 当然 这些很难 所以说回来 你自己本身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和你的道德在哪里 己所不欲 物思人 这是孔子教我们的 我相信 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的 道德的八尺 在道德的八尺 上面 加上我们自己的 价值观 跟着 我刚才提到的三点 看看政府 是否可以提供 环境给我们 是否可以 保护弱势的社群 和是否可以 使我们免受于人和 这三点 再加上自己的价值观 那你可否作个 考量 看看现在的政府 是否好 不用一定要 要它 拥护共产党 不是这种 我们希望 大部分人民 是不需要懂政治 不需要理政治 我们希望人民 可以 集中进行 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 政治 不是所有 但政治影响 很重要 我们同意政治影响 所以对政治没有兴趣 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问一下自己 觉得好不好 日子 觉得好不好 对不听 希望你喜欢 请你外父听听 希望他可以放开胸怀 想远一点 希望可以 起码 两老见面 大家可以喝杯 好过咬些 大家不喜欢咬的东西 是吧 开心点 多谢 我来自行的 打开胸座